另一个弊案也让台北市长郝龙斌深陷风暴当中 因为新升高的采购弊案 不仅市府遭到了检调的搜索 还有市府员工被羁押了 重创了好团队的形象 而前国策顾问林火旺 今天就公开劝郝龙斌要退选 而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的公子 市议员吴志刚也炮轰郝龙斌 认为花博风暴已经动摇了 蓝营在台北市的基本盘 有四分之一转向了对手苏贞昌了 而面对外界的质疑 郝龙斌今天说会痛定思痛 不过他会继续争取连任 新升高采购弊案越烧越烈 台北市长郝龙斌深陷风暴 自称是郝龙斌20多年好友的 前国策顾问林火旺认为 以郝龙斌现在的选情来看 状况很糟 公开呼吁郝龙斌退选 郝龙斌的状况其实很糟糕 他如果这样继续选下去 他会从现在开始都会骂到年底 我觉得这样做个朋友来讲 我觉得于心不安 我觉得不从政 只要心放下 其实人生海阔天空 对我个人方面的建议 我也会虚心的检讨 侯兵坚持争取连任的计划 没有改变 但项目头脑市议员 质询时炮声隆隆 批评师傅团队危机处理差 让蓝营在台北市的基本盘 出现松动 一个团队为了2600万多的警官职在工程 给打趴了 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讲得明白 上一届支持你的选民 四分之一要转向支持苏贞昌 我们已经付出非常惨痛的一个代价 还有教训 包括市政府整个的形象 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好龙兵强调会痛定思痛 谦卑的检讨改进 只是目前新增高跟花博风暴持续延烧 案情还有向上升高的可能 好龙兵的连任之路不满荆棘 记者林姓张子佳台北报道